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哈喽 大家好 我是龚俊 今天我来到了上海 今天结束了一天的拍摄 然后呢要犒劳犒劳辛苦的工作人员带大家来吃一顿 吃一顿好吃的火锅 待会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 手办件 爽 哇 5288 好贵哦 这个好酷 喜欢 好了 我们现在到了火锅店了 这家火锅店装修还行 哇 我也开始点菜了 给大家看一看今天的锅底 这个锅底它有五个辣 然后我们点的是中辣 哦 酥肉来了 我的酥肉 然后这个锅是老家汤锅 然后还可以喝汤 对 看起来还不错 我的酥肉 然后我今天在来的路上 我们因为拍摄比较晚 然后就是 七段时间已经是六七点钟了 然后我们找了很多家店 没有为什么 他们跟我说 我现在得做包箱 哈哈哈哈 之前吃火锅 上次不是在那个大堂里面吗 都没人认出来吗 他们说 我现在在大堂吃饭 怕引起 骚动 嗯 嗯 我觉得其实还好 嗯 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个包箱的店 即将火锅 看起来还不错 我把这个点的菜给大家录用 好 好 我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点的菜 这个泥抽 他们很害怕 但是我觉得挺好吃的 我们成都经常吃这个 我小时候可爱吃这个 然后 这个是啥呀 骨髓 骨髓 这个是牛蛙他们店的特色 一定要点这个 然后 骨髓我不吃 我们团队有一位壮士 居然 唯一的人点了一份啤酒 就是这位硬汉 哈哈 现在比较后悔 那里的小酥肉 嗯 点 我今天有碟就不是有碟 因为我最近 这个工作比较多 很怕胖 对 要保持良好的状态 跟我工作人员说我想吃饭 我不想录 那今天的录到此为止 拜拜 录不到你们 这个要不要给钱 这个是付费的吗 哎 好了好 你也挺累的 辛苦了辛苦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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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小心小心 谢谢 看得了 看得了 了